李嘉诚是大名鼎鼎的华人首富 他一生从22岁开始创业 直到90岁高龄才正式退休 一生积攒下庞大的财富 不过因为退休的时间非常迟 所以李嘉诚分嫁的事情也是一拖再拖 外界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2012年李嘉诚就初步明确分嫁的计划 2015年的时候 李嘉诚正式公布分嫁方案 当时李嘉诚把全额的家族信托基金都交给了李泽聚 并且把长江实业 长江合计等众多公司的一把手位置 也都交给了李泽聚 对于李泽凯的安排 李嘉诚只是轻描淡写说 给他留了现金 支持他自己去创业 当时很多人认为李泽凯是大大吃亏了 因为李嘉诚留给李泽聚的现金 肯定无法跟整个家族信托基金的资产相比 甚至很多人认为 李嘉诚留给李泽凯的资产 不足留给李泽聚的资产的十分之一 当时很多人都质疑李嘉诚偏心 不过李嘉诚却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两个儿子觉得不公平 那么他们随时可以换过来 那么李嘉诚既然这么说了 李泽凯为何不跟李泽聚交换呢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李嘉诚留给李泽凯的现金资产 绝对不亚于李泽聚的家族信托基金 我们都知道李嘉诚是一个非常注重现金流的富豪 1996年张子强绑架李泽聚 随后张子强亲赴李嘉诚家中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李嘉诚支付了10.38亿现金给张子强 最终救回了李泽聚 让我们吃惊的 不是李嘉诚可以在两天内 筹集10.38亿的现金 而是李嘉诚当时 竟然在家中存了4000万现金 并且当场交给了张子强 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 李嘉诚是多么重视现金 李嘉诚曾经说过 自己的财富被大打低估 从10年前开始 财富榜就低估了自己一半的资产 如果按照这句话 我们推算回来 2008年 李嘉诚是全球排名第八的富豪 当时资产超过了3000亿美元 按照当时李嘉诚这个低估一半的说法 那么当时李嘉诚的资产 至少已经是600亿美元了 过去10年 李嘉诚在财富榜上的身家 其实一直都是停滞不前 一直徘徊在300亿美元左右 不过按照李嘉诚的运作能力 怎么可能过去12年 一分钱都没赚呢 即使我们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过去12年 李嘉诚的身家只涨了一倍 那么现在李嘉诚的身家 就应该是1200亿美元 折合1万亿港币 如果按照这个算法 李嘉诚交给李泽巨的家族信托基金资产 大约是几千亿港币 那么剩下的几千亿资产 就是留给李泽巨的现金资产 当时李嘉诚就说了 这些钱支持李泽凯 去收购自己喜欢的公司 刚好从2015年分家之后 李泽凯就开始在资本市场四处出击 他先后收购了Senton保险 大东方人寿越南的分公司 AIG旗下的子公司 富士保险跟美国的大都会保险 加上李泽凯在2012年 收购的ING亚洲业务 李泽凯已经组成了一个 庞大的保险帝国 2008年之后 李泽凯放弃了地产跟电讯等生意 把自己的重心都放在了保险上面 最近有消息说 李泽凯的富贵保险 即将在明年在香港上市 计划融资30亿美元 目前富贵保险的估值 就已经高达三四千港币了 未来的价值还将进一步上涨 除了富贵保险这一笔之外 李嘉诚在2009年 还经病了雷曼兄弟旗下的一个基金 当时雷曼兄弟爆雷 旗下的这个资产管理基金 就被李嘉诚拿下 如今这个基金也交给了李泽凯去管理 两年之前 在汕头大学的典礼上面 李嘉诚曾经无意透露 这个基金现在发展不错 李泽凯靠着这个基金赚到了不少钱 目前这个基金的资产 规模超过了900亿美元 这个基金虽然不是全部资产 都属于李泽凯的 但是李泽凯持有的基金股份 价值也至少超过千亿 那么算上李泽凯本来自己的资产 那么他的资产也应该是几千亿 并不比哥哥李泽凯少 事实上 李嘉诚只是按照资产不同区分 而不是按照数量多少区分 如果从感情上说 他反而是更加偏爱小儿子李泽凯 因为李嘉诚是潮汕人 而潮汕人都偏爱小儿子 李嘉诚也是如此 从性格上看 李泽凯其实更加接近李嘉诚 李泽凯成为有余 其创造力不足 所以只能是守江山 不能去打江山 李泽凯敢打敢拼 并且有自己的想法 从小就不愿意受到父亲李嘉诚的束缚 所以反而未来成就会更高 其实李泽凯的能力也一直被低估了 很多人总是认为李泽凯的成功 不过是因为他是李嘉诚的儿子 其实这一点跟王思聪 是王建林的儿子一样 很多人总是有一个错觉 如果自己在王思聪这个位置上 一定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不过殊不知 王思聪单单是精通八国语言 很多人就做不到 王思聪15岁就成为日文翻译 后来更是考入了英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其实李泽凯也是如此 怕开他是李嘉诚的儿子 单单是他可以考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 就足以说明他非等闲之辈了 李泽凯即使不是李嘉诚的儿子 那么他可能没有这么出色的表现 但是他也要比90%的人要更加成功的 其实李泽凯作为李嘉诚的儿子 获得的最大的资产并不是李嘉诚的家产 而是李嘉诚做人做事的理念跟思想 这才是李嘉诚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李泽凯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 做生意上不够老练 所以才会冒险借款130亿美元 去收购香港电讯 导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不过如今经过了十几年的磨练 他这把宝剑也最终磨好了 现在才是李泽剧真正展露锋芒的时候 其实李嘉诚真正的成功也是在50岁之后 李泽凯今年刚好54岁 其实现在才是他最成熟的时候 最近几年他低调了非常多 不像年轻那样高调 这就是李泽凯开始成熟的标志 李泽凯成为了梁洛诗生命中的贵人 双胞胎儿子竟照曝光 遗传其父基因 每一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贵人 而女心梁洛诗亦是一样 航门李嘉公子李泽剧的出现 显然让梁洛诗的一生得以重大改变 在香港 航门公子哥 颇有喜爱娱乐圈女性的特点 李泽凯亦不例外 在2007年底 经杨子琼介绍 19岁的梁洛诗认识了李泽凯 梁洛诗有着中英蒲混血 颜值上毋庸置疑每人一个 气质上更是拿捏得死死的 而一向风流多情的李泽凯 又岂能不动心呢 对于梁洛诗 李泽凯也的确动了真情 波熙花重金动用自己的财团 为梁洛诗向英皇那边赎生 而两人一交往更是长达三年时间 这在李泽凯众多情史当中 算是非常难得了 显然 李泽凯就是梁洛诗生命的贵人 豪门毕竟有着很大的诱惑 梁洛诗意识一样 自从和李泽凯恋爱后 他也是努力做好嫁进豪门的准备 就连上天也给罪了他面子 连续为李泽凯生下了三个儿子 尤其是长子 更是由李嘉诚取名为李常志 可见对这个长孙有多么的重视了 而且这个李常志笑起来的时候 非常像爷爷 也难怪李嘉诚会这么喜欢他了 只是 即便如此 李泽凯还是提出了分手 梁洛诗的豪门之梦从此破碎 但梁洛诗真的输了吗 不 三个儿子就是其骄傲的资本 如今 孙胞胎儿子也已经十岁了 从近照曝光处来看 两个儿子颜值都破向爸爸李泽凯 尤其是脸性这一块 妥妥的小李泽凯一个 在中秋节当日 许久未更新动态的梁洛诗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送上中秋祝福 不过他的此次配图 却引来了网友的调侃 该网友表示 这个配图是不是网上搜的 随便附上去的 不过很显然 下面的动物代表着三个儿子 而上面则代表梁洛诗 一家人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相聚 如今 虽说李泽凯已经另叫新欢国家文 感情也相当稳定 但正气之位却迟迟未定 梁洛诗和李泽凯复合的可能性 也是蛮大的 随着儿子们的长大 李泽凯这个钻石王老五内心 也是有所变化 毕竟梁洛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和李泽凯十分般配 另外 还有三个儿子作为加分项 故而眼下的局面 对于梁洛诗而言 可谓是更加有利 当然了 至于正宫之位 花洛诗一家 最终还是要看小超人 李泽凯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